她被人收养 多年后 她的亲生父母 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闺女 这是你亲爸 我是你亲妈 她没有想到 她的养母 竟然和亲生父母 早有联系 你们是看她现在出息了 想沾她的光吧 在生恩养恩中 她会做何选择 她又该如何处理 血缘亲情的冲突 双宠身份的 继承人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3年的9月底 北京某大学军训 马上要结束了 大一新生郑兴蒙 正和寝室同学 讨论教官告别晚会的节目 这时同学说 楼下有人找她 是谁找她呢 郑兴蒙下楼 只见一对中年男女 手里拎着几个袋子 那个女人拿着一张照片 反复地端详 确认她就是郑兴蒙之后 一把拉住她说 闺女 这是你亲爸 我是你亲妈 郑兴蒙愣在那里 本能地缩回了手 她知道 是亲生父母来相认了 这样的场景 她想象过很多次 但真的出现在眼前时 她说不出是惊 是喜 还是慌乱 她不由自主地想逃避 郑兴蒙的身世很特殊 她八岁那年就知道了 自己和父母 没有血缘关系 而且她家比一般的 养父母子女的家庭 还更特殊 他们家三口人 三个姓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郑兴蒙出生在一个 河北贫困的农村家庭 亲生父母 生了三个女孩之后 仍然想生男孩 于是把最小的女孩 送养了 经过人介绍 在国企工作的 王慧清夫妇 结婚多年 也没有生育 正想要抱一个女孩 就这样 出生没多久的郑兴蒙 来到了沈城 小兴蒙幸福快乐地 长到了六岁 不想养父意外去世 养母王慧清 一个人拉扯她 生活有些艰难 两年之后 惊人撮合 养母王慧清 和企业干部 周平结婚了 周平就成为了 兴蒙的继父 周平之前有过一段 不幸福的婚姻 和前妻生了个儿子 因为长期两地分居 加上两边家庭的矛盾 周平和前妻 闹得很不愉快 离婚后 前妻带着儿子 回了老家 而周平很挂念儿子 但是前妻 根本不让她探视 就这样 周平很难过 和王慧清母女 重组家庭之后 周平获得了 盼望已久的家庭温暖 郑兴蒙 乖巧懂事 成绩优秀 养母和继父 都以她为骄傲 高考之后 兴蒙考取了理想的大学 开学后要住校 第一次离开父母 这么长时间 她正盼着军训结束后的 国庆长假 飞奔回家和父母团聚呢 而此时 宿舍楼下来的这对中年夫妻 自称是她的亲生父母 要和她相认 给她带了土特产 要她在接下来的国庆长假 跟他们回家去看看 郑兴蒙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她撇下他们强塞给她手里的袋子 转身跑上楼 郑兴蒙辗转反侧 一夜未免 第二天 她给养母王慧卿打电话 养母得知消息后 立刻坐火车赶到学校 让郑兴蒙意想不到的是 养母王慧卿和她的亲生父母 直接约在了学校附近的餐馆见面 这让郑兴蒙很是诧异 原来他们早有联系 通过大人们的交谈 郑兴蒙得知 在三年前 她考上重点高中时 养母单位就张贴了光荣榜 为考上重点高中大学的职工子女 发放了奖学金 这好消息就辗转 传到了她亲生父母那里 两年前 郑兴蒙读高二的时候 亲生父母就与养母王慧卿联系上了 提出要认回女儿的想法 他们仿佛强调 以前是家里穷 养不起这么多孩子 不得已才把孩子送人的 如今家里经济条件好了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想认回去 听不下去的王慧卿 当时就拒绝了 他说 你们养不起 为什么还要不停地生啊 不就是重男轻女 想生男孩吗 把女儿送人了 终于如愿以偿地生了男孩了 你们该心满意足啊 如今女儿长大了 出息了 又想认回去 太自私了 当时双方谈得很不愉快 亲生父母说 要直接去学校找新萌 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 养母王慧卿用了缓兵之计 他说 现在是孩子学习的关键时期 你们这时候去认 会影响孩子的 会造成他情绪波动 一切都等他考上大学再说吧 话说到这份上 亲生父母也同意了 他们向王慧卿 要了一张郑兴萌的照片 就回去了 王慧卿以为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如今 他们直接找到了 郑兴萌的大学去了 现在养母和亲生父母 又见面了 气氛就更不愉快了 王慧卿指责他们 你们太自私 根本不为孩子着想 这样直接找到学校来 你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 可是亲生父母也不示弱 他说 俗话说血浓于水 他和我们是骨肉至亲 我们怎么会不疼他呢 现在他都18岁了 是成年人了 这年龄 我们家三个丫头早出去打工了 他们怎么会受不了呢 如今孩子们都大了 他还有个弟弟 我们就是想让他们姐妹兄弟相认 将来互相有个帮衬 这怎么叫自私了呢 可养母王慧卿冷笑说 什么相互帮衬 你们是打算负担他学费 还是生活费呀 你们是看他现在出息了 想沾他的光吧 一旁的郑兴萌 心里乱作一团 18岁的他 第一次面对如此复杂的情感 如果没有18年前的颂养 自己应该和亲生父母 还有姐姐们生活在山村 早早务农打工 这两种生活像两个截然不同的剧本 自己的人生竟如此充满戏剧 本来昨晚考虑一夜 郑兴萌是想把亲生父母 当作亲戚一样来对待 毕竟他们给了自己生命 而姐弟们和自己流着相同的血 应该是有天然的亲近感吧 但是现在 与亲生父母相对而做 感觉很陌生 他们说的话 更让他感觉越来越远 他们的价值观 家族观 尤其是与他相认的理由 都是基于有用 更透着功力 此时 郑兴萌的主意已定 面对亲生父母 要他国庆回乡相认的请求 他摇了摇头 挽着养母王慧卿的胳膊说 我要和我妈回家 大一新生郑兴萌 在成年之后 第一次做了一个如此重大的决定 在生恩养恩的较量当中 感情战胜了血缘 郑兴萌更加珍惜和养母继父之间那浓厚的感情 和亲生父母之间 心理上是有亲近感 但是现实中又有距离感 他想多花些时间培养亲情 也许是多了一家亲戚吧 经历了这些之后 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他的人生果然比同龄人更加富有戏剧性 但是他的人生里还有更多的故事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被突然出现的第三者打破 养母和继父离婚了 郑兴萌 撮合父母复合 旅途中他们却遭遇了车祸 养母王慧卿骨折受伤 继父周平 当场死亡 郑兴萌料理完继父的后事 迎接他的却是两场 凑不及防的关子 经历认清风波之后 生活回归了平静 转眼郑兴萌即将度过他大学 四年的时光 四年来他从懵懂少年 成长为意气风发的青年 就在他为毕业后的工作 躊躇满志时 家里又发生了变故 养母和继父离婚了 郑兴萌是在大四回家实习时 才得知这个消息的 原来上次认清风波发生之后 养母王慧卿担心 郑兴萌的情绪受影响 于是就想离孩子近一些 正好这个时候单位 住进办事处有工作机会 王慧卿就申请调到北京工作 陪伴一段时间之后 养母王慧卿发现 新盟大学生活充实忙碌 过得挺好的 她就放心了 而面对亲生父母一家 郑兴萌也平和地接受了 有时彼此问候 他们也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王慧卿之前的担忧和顾虑 也就消除了 两年之后王慧卿又找机会 调了回去 可当他回去之后 却发现了他难以接受的事情 原来在他离开这段时间 周平和女下属之间 发生了桃色事件 王慧卿是那种感情不容沙子的人 但是这两年为了照顾女儿 让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周平 独自生活 自己也是心有愧疚的 正是自己不在身边 才让别人有了可乘之机 正在他纠结的时候 那个女下属 因为周平没有给他 他想要的年底部门优秀奖励 正和周平大吵大闹呢 弄得单位沸沸扬扬 周平很难堪 而后面子的王慧卿 就更不能忍受了 任凭周平怎么挽留 他都坚决要求离婚 就这样临近大学毕业 郑新萌得知了 养母和继父离婚的消息 他震动挺大的 因为特殊的绅士 他格外看重家庭的完整与温暖 而他认定的家 就是养母继父还有他 没有想到他即将大学毕业 马上要回报父母时 这个家却散了 为了宽慰养母王慧卿 郑新萌毕业之后 回到了他成长的这个城市 和养母王慧卿相伴 郑新萌也时常去探望 继父周平 离婚之后 周平的生活很辛苦 由于他的坚持和回避 那个女下属也没闹出个什么结果 调离了这个单位 离婚时 周平把房子留给了 他们母女俩居住 自己就搬回到宿舍里了 每次新萌来 他都特别高兴 他也常感叹 自己怎么就这么一时糊涂 做了错事 把好好的家给拆散了 后悔呀 他还总是叮嘱新萌 要走得正 行得端 别像他那个亲生儿子 周冰那样 可惜了 郑新萌这才知道 继父周平的亲生儿子周冰 如今已经26岁了 前段时间周平的前妻 意外地主动和他联系了 因为周冰喝酒和人打架 把人打得进了医院 周冰被抓了起来 受害人要他赔偿20万 不然就让他坐牢 前妻很着急 就来找周平求助 周平咨询了律师 了解到 受害人是受了轻伤 属于刑事自诉案件 如果能与受害人和解 那么周冰的确是 可以免受刑事处罚的 于是在周平的努力下 他拿出了15万元 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免除了对周冰的刑事控告 经过了这件事之后 周平原来希望和儿子 重新培养感情的 但是已经20多岁的周冰 根本就不搭理他 周平很伤心 但他也没办法 毕竟儿子成长的阶段 自己没有在身边陪伴 所以周平总是叮嘱新萌说 还是我家萌萌董事 马上就工作了 好好做事 好好做人 照顾好你妈 继父的丁主 让新萌很温暖 看着他宿舍里 常被整箱的方便面 一个月有半个月 就吃这个方便面 正新萌看着又特别的难受 正新萌弃继父伤害了母亲 但是回想十多年的共同生活 他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都包含着养母继父 对他的呵护与关爱 他能感受到他俩之间 还是彼此牵挂关心的 于是正新萌开始 想方设法地撮合他们复合 他劝母亲再给继父 一个改过的机会 经过他的撮合 养母的态度有所缓和 三个人经常一起 共度周末 正新萌和继父商量着 要找一个恰当的机会 让他向养母求婚 这样他们这个家 就可以破镜重圆 这个时候 正新萌拿到了 他第一笔业绩奖励 他用这笔钱 给养母继父 抱了个旅行团 让他俩好好玩一下 出发之前 正新萌跟继父说 你一定要加油哦 果然 一周之后 正在上班的正新萌 收到了养母发来的消息 继父在风景宜人的海岛 向他求婚了 而他也同意了 正新萌欢呼起来 他手机上也收到了 继父发来的胜利的表情 后面这几天 养母和继父 不断地给他发来 开心的照片 新萌就告诉他俩 他已经去订了一套婚纱照 让爱美的妈妈 弥补上年轻时的遗憾 等他们旅游回来 就去拍 而且他俩一定要戴上 他这个小灯泡 他们三个人的微信群里 充满了欢笑 新萌盼望着一家人的团圆 终于可以实现了 但是命运又再次给他开了个玩笑 就在养母继父旅行行程快要结束的前一天 他们的旅游大巴发生了车祸 养母王慧卿骨折受伤 继父周平当场死亡 郑新萌与养母王慧卿 一起料理完继父周平的后事 时隔不久 郑新萌的生父又突然脑衣血离世 二是出头的新萌 要承受至亲家人的生离死鼻 而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亲人离世的悲伤 还有两场猝不及防的纠纷 先是郑新萌的亲生母亲提出来 现在老伴去世了 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儿子还没有成家 那三个女儿都各自为生活奔忙 就是郑新萌如今一年的收入有十几二十万元呢 他要求新萌以后每个月 给他支付医药费和赡养费 亲生母亲的道理很简 他说生孩子就是养儿防老的 我生了你 你现在得养我的老 我现在生活困难了 你条件是最好的 所以你必须管我 而亲生母亲的要求 让郑母王慧亲也非常生气 他拉着女儿新萌 一起去找了律师来咨询 我们问一问法律上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律师告诉他们 每个人只有一个父母子女关系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国家是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的 合法的收养关系一旦成立之后 养子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就自然的消除 所以在法律上被送养的孩子长大以后 是可以不承担对亲生父母的赡养义务的 当然法律也不禁止你自愿承担对亲生父母的赡养义务 在弄清楚法律规定之后 郑新萌就不再纠结了 原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主动权是在自己手里的 既然不是强制义务 他就知道该如何做了 正当他稍稍放松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另一个更大的麻烦接踵而来 继父周平的儿子周斌 因为遗产继承的问题 把他给告了 周斌省称他是周平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他要继承父亲周斌的遗产 而且是全部 周斌要求郑新萌母女俩从父亲的房子里搬走 周斌将王惠卿与郑新萌都告上了法庭 对于这样一桩家庭关系 错综复杂的遗产继承纠纷 法院又会如何审理呢 双重身份的继承人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当时安排继父周平的后事时 养母王惠卿通知了周斌 王惠卿是希望周平的亲生儿子 来送他最后一程 弥补他生前的遗憾 但是让王惠卿没有想到的事 他通知来的不是亲情 而是一场纠纷 周斌在葬礼之后的第二天就提出来 他要继承父亲周斌的遗产 而且是全部 包括王惠卿母女现在住的房子 甚至他还限期要求这母女俩立刻搬走 为此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一度闹到报警 而警察的干预下 矛盾是暂时平息 但是周斌将王惠卿与郑兴盟 都告上了法庭 周斌主张这套房子是周平和王惠卿 结婚之前单位分配的福利坊 属于周平的个人财产 周平和王惠卿离婚之后 郑兴盟与周平的继妇女关系 也就解除了 他俩都不是周平的合法继承人 而他作为周平的亲生儿子 是周平目前唯一法定继承人 周斌说的有道理吗 的确 按照继承法的规定 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 父母子女 这里说的子女 既包括婚生子女 也包括非婚生子女 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而这些子女之间呢 他均平等地享有继承权 那王惠卿已经和周平离婚了 在周平去世的时候 还没有办理复婚手续 所以王惠卿不是周平的合法配偶 但是郑兴盟是王惠卿的养女 王惠卿是带着他改嫁给周平的 之后王惠卿和周平又离婚了 那么郑兴盟是否可以作为周平的子女 享有继承权呢 我们要好好分析一下 继子女的继承权 我们知道2004年 郑兴盟8岁的时候 是养母王惠卿和周平结婚 一直到2014年 王惠卿和周平离婚 这10年期间 郑兴盟和周平之间 形成了有抚养关系的继妇女关系 所以和这个情况相关的法律条文是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处理子女抚养问题若干具体意见 第13条的规定 规定中说 生父与继母或生母与继妇离婚时 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 继妇或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 仍应由生父母抚养 那这个法条呢 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如果生母与继妇 或者是生父与继母离婚时 继妇或者继母对曾经受其 抚养教育的继子女呢 那么生父母比继父母 有优先获得孩子抚养权的 这个优先权 那么第二呢 根据这个法条的规定 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形成了抚养关系的 继父母子女的这个法律关系 是一个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 不会因为父母的婚姻关系解除 而自然终止 同样是依据婚姻法第27条的规定 继妇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 继子女之间的权利无关系 应当适用婚姻法当中 对于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也就是说 形成了抚养关系的 继父母子女之间 这样的权利无关系 它就等同于 婚生父母子女之间的 权利无关系 那同样我们这么说 那么郑新蒙作为周平的继女 那么他享有轻生子女 同样的对继父财产的继承权 这起继承案件经过审理之后 法院最终认为 郑新蒙和继父周平之间 他是已经形成了 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女关系 那么这个妇女关系呢 肯定不会因为养母王慧卿 和周平的婚姻关系解除 而自然终止 因此郑新蒙和周斌 同样都是周平的子女 他们平等地享有法定继承权 另外法院还查明 虽然宿征的房屋 是在周平和王慧卿结婚之前 分配的公有住房 但那个时候是公租房 在与王慧卿结婚之后 周平办理了房改手续 而且在计算房价的时候 同样也折算了周平和王慧卿 两个人的公邻 因此虽然这套房子 登记在周平名下 但是他应当认定为是 周平和王慧卿的夫妻 共同财产 在他们协议离婚的时候 没有对这套房子进行分割 现在周平去世了 那么他的财产会发生继承 那么对于这套房屋 应当认定为 一半是王慧卿的财产 另外一半作为周平的遗产 发生继承 而且应当是由 郑新蒙和周斌 平均分割 考虑到郑新蒙和王慧卿 长期居住在这套房子里面 而且他俩同意对房屋 进行案份共有 为了方便生活 法院判决 该房屋50%的份额 是归王慧卿的 郑新蒙周斌 各继承房屋25%的份额 那周斌这25%的份额呢 由王慧卿按照评估价 向他支付房屋折价款 他的房屋份额 归王慧卿所有 走出法庭的郑新蒙 紧紧地挽住 养母王慧卿的胳膊说 我们永远是母女 俗话说 血浓于水 但是血缘并不当然享有 至高无上的地位 权力和义务相统一原则 是调节民事法律关系 所必须遵循的法则 郑新蒙的生母 虽然给了新蒙生命 但是他没有履行 抚养的义务 所以他没有法定的权利 要求郑新蒙对他承担 赡养义务 周斌也不能因为血缘关系 而否定掉郑新蒙 对继父周平的继承权 郑新蒙和养母王慧卿之间 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他们的关系 反而是最亲密 最牢固的 而他们的权益 也同样受到法律保护 不会被侵害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法律资讯 请关注本栏目公众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她娶了美貌的妻子 从此家务明日 走出来一个女人 和几名凶神恶煞的壮汉 婚后她才得知 妻子竟然在婚前 欠下了巨额债务 刘娟便欠下了 三百万元的巨额债务 为了妻子腹中的孩子 她决心和妻子 共同承担这笔债务 妻子却为何连连给她一打击 美欺骗我去还债 下期播出